字幕視頻 好像連年冬天都有一些懂得發熱的東西推出市場 例如是發熱頸巾、發熱背心 你不悶我都悶悶地 但是這麼輕便的無線充電加熱手套 我就真是第一次見了 讓我小嫻立刻和大家試試它是否真的這麼暖 不過在試手套之前 如果不想錯過我們最新的科技資訊 就記得訂閱我們Imar的YouTube頻道 以及按通知鐘 今次這雙充電加熱手套 和之前推出的那些有甚麼不同呢? 就是它終於不用穿好像之前那些 要扭著USB線充電才會發熱 加上它有電池得來又不會很大對 對比起很多大大塊 比你在雪地用那種加熱手套 這雙明顯輕巧很多 操作很簡單 一按著它的開關鍵 它就會顯示手套的電量 隔多兩秒後就會顯示手套的溫度 而你每按一下就可以調高一段的溫度 整對手套的質地是滑身的彈性纖維料 但它發熱墊的部分就只有手心的位置 而包著電池和發熱墊的部分就用了防線的物料 而且它有別於一般的露子手套 中間只有一條分隔線 讓你鬆動得來 手指又不會那麼容易移位 我戴著它一路按電話都不怕廁所 手套上面就有一大塊電池 所以戴上去始終都有點韌著的感覺 另外手套是沒有分尺寸的 所以手腕有的朋友都頗鬆的 好似我這樣就用魔術貼 貼到最緊 讓我找手腕操縱的朋友 水哥試試看 看來手腕操縱和手掌心有弱的朋友 就會比較適合尺寸 開啟了它之後很快就熱了 對我來說它45度的保暖效果已經很足夠了 我覺得它挺適合喜歡戶外活動的朋友 例如春海釣魚那時特別冷 用普通手腕手指又不夠靈活 這雙發熱手套保暖得來 又不會阻礙你的手的活動 不過就要留意了 這雙手套是不防水的 而且它裡面的電池都絕對不可以濕水的 本身有手汗的朋友就要注意了 它發熱的程度可能會加速你手心無汗的情況 讓我試一下它是不是真的3秒即熱 其實開啟了它之後的確有慢慢升溫 但是3秒就去不到45度了 資料顯示手套充滿電之後可以用到3小時左右 我們就試過開啟45度 過了3個半小時之後 它的電量還顯示有42% 官方還說可以支援邊充電邊用 但我們試過開啟它之後去充電 熱力就慢慢消失了 充電的時候有個數字會閃閃一下 充了大概1.5小時 電量就由19到99了 天寒地凍 我一定會放暖包在袋裡 但是拿著它又不夠方便 這雙手套可以說是方便 輕巧保暖集於一身 它的續航力還非常持久 雖然就這樣看它的外型就不多 但不要緊 其實它還有粉紅色的 本身活 樂科技 銀話-K 再見 再見 再見